这部电影虚实节奏过慢 没有动作戏特效全无 时长还将近三个半小时 能不看睡就不错了 但电影中的一些设定 在当时那可是相当朝前的 论文贝菲的话 黑客帝国得管他叫爷爷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部1973年的科幻片 世界旦夕之间 某个科研所里 所长老金正在向政府官员 汇报某个超算项目的进度 老金请出技术主管老沃 解释技术问题 老沃上来却招呼也不大 疯疯癫癫癫地掏出一个镜子 怼到官员鼻子前 来来来 跟我说说 你看起来啥 我二十要跟你说 你看到的 不过是别人制造出来的影像而已 还有你老金 也自己照着镜子 咱们都是个笑话 知道不 老沃反常的行为 给老金砸了大锅 老沃的弟弟 担任安全主管的劳资 扶老沃回办公室休息 老沃对弟弟说 我最近经常头疼着厉害 我猜是因为我知道了一些 不该知道的事情 说完后 老沃丢了魂一般 静止走向机房 等老沃反应过来追上去时 老沃突然莫名其妙地倒地 睁着眼睛 死了 部门团签聚会上 老金走过来问男主阿福 想涨工资吗 想 会乖乖听话吗 会 那技术主管你来等 老金的秘书问阿福 你们搞的那个超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原来阿福所在研究所 是搞控制论和未来研究的 他们受政府的委托和资助 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出了一个虚拟世界 里面塞了一万来号虚拟人 这些虚拟人跟真实的人类一样 有意识 有情感 能吃 能喝 能生孩子 一万号人虽不多 但得到的数据 足以用来预测未来二十年 人类社会的消费行为 政府部门可以此制定更合理的政策 比如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 为更好的管理这些虚拟人 其中一名虚拟人被设定为所谓的线人 线人是唯一一名知晓自己是身处虚拟世界的虚拟人 阿福说完后 劳兹出人机会把阿福抓到一边 劳兹告诉阿福 老沃死前 行为举止极为怪异 正当劳兹要透露老沃说了啥时 一个杯子打碎吸引了阿福的注意力 等阿福挥过头 劳兹竟然不见了 凭空消失了 第二天这个怪事就上了报纸 题目就叫凭空消失 原来是阿福同给报社的 警察那边也是他报道案 可半的警探告诉阿福 你口中的劳兹这个人 貌似只有你一个人见过 我问了在场的所有人 根本没人见过什么劳兹 阿福来到老沃的办公室 发现一个奇怪的女人 正拿着什么东西看 你谁 跑着干嘛 我是伊瓦 老沃的闺女 来收拾我爹的东西 阿福拿起老沃留下的画 画里画着一名希腊战士和一只乌龟 阿福问伊瓦 你爹死之前跟你叔叔劳兹见过面吗 伊瓦反问 什么劳兹 我叔叔叫雅各布 四年前就过世了 What 伊瓦说 你要想见我的话随时欢迎 我会很开心的 伊瓦刚走 阿福回头一看 刚刚的那幅画竟然消失不见了 研究所的心理医生 烟斗哥来找阿福聊天 烟斗哥告诉阿福 那幅画里画的是知诺悖论 阿基里斯追乌龟 这个知诺悖论是啥不重要 大家只需记住他的拼斜 阿福搞不懂 老沃留这个画到底想表达什么 烟斗哥说 老沃死前跟自己下棋时 说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但具体是啥 老沃没说 阿福说 应该就是劳兹要告诉我的那个秘密 劳兹 谁是劳兹 烟斗哥说 哥们儿 冷静点 看见做你后面那个人了吗 他叫汉斯 他才是安全部长 人都干了五年了 阿福来到人事部调取劳子的人事档案 结果查无此人 阿福联系警察 问劳兹的案子查的怎么样了 对方说 根本没见过什么劳兹的案子 阿福被搞得一个头两大 开始时不时出现眩晕和头疼症状 阿福想进入虚拟世界清醒脑子 这里电影交代了一个设定 真实人类可以通过连接进入虚拟世界 要么以本人投影的形式存在 要么是意识附身到某个虚拟人身上 比如阿福附身到了一名卡车司机身上 开着卡车上路兜风 阿福的属下弗里斯汇报说 现人爱因斯坦刚刚报告 有个虚拟人克里斯托弗的 Nobody表现出了自杀倾向 要删除他吗 阿福说没办法删了吧 阿福把克里斯托弗的Nobody写在纸上 突然发现 这不就是知诺悖论的嫌疑吗 这绝对不是巧合 老沃那幅画原来暗示的是这个虚拟人 阿福赶紧跑去找负里斯 可惜晚了一步 Nobody已经被删了 阿福要跟爱因斯坦对话 兴许他知道些什么 阿福进入虚拟世界 碰面地点是一家旅馆的大厅 阿福的投影只能监视五分钟 阿福问爱因斯坦 Nobody犯什么神经 为啥要自杀 爱因斯坦说 Nobody知道了真相 崩溃了 这里电影又交代了几个设定 现实中的人可以用上帝模式 实施观听到虚拟世界里发生的事 现人的程序被禁止 向别人说出虚拟世界的真相 现实中的人可以间接地联系阿福 比如让人举个小会板 提示阿福时间快到了 阿福要回来的话 必须进电话亭打电话 阿福在回来前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人就是 劳资 阿福要福里茨在虚拟人中查找劳资 果不其然查到了劳资 而给劳资编程的人正是老沃 阿福怀疑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老金在作怪 老金私下里与工业界联系 想将超算模拟出的钢铁需求数据 都收给钢铁公司 用公家的项目谋取私利 阿福在侧 老沃挡了老金的财路 被老金做掉了 但劳资的情况太过离奇 无法用常理解释 阿福陷入了迷茫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如烟斗哥所说的 疯了 阿福经常与伊瓦优惠 两人渐渐互生情愫 伊瓦看阿福的眼神 总有种说不上来的一往情深 却欲言又止 似乎在刻意压制自己的感情 阿福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信任 老金的眼线似乎无处不在 弗里茨想与爱因斯坦碰个面 好好唠唠 阿福说 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一个日一安过后 弗里茨再次出现 这哥们明显不对劲 烦了你了 跟我回去 给我做人的机会吧 大哥 我哥你这儿也是路过 下一步我才能进入真实世界 你忽略了什么 这已经是真实世界了 你还想咋地 你个二伙 你这个世界也是模拟出来了 你跟我一样都是虚拟人 充气量比我高一级 老伯知道了这个秘密 所以他必须死 现在你也知道了 等死吧你 阿福听完后 血压直表二版 不管咋地 先纯语你再说 爱因斯坦被拎了回去 一帮人忙活着将弗里茨再次换回来 电影这里想交代的设定是 在虚拟世界里 真人和虚拟人在外人的干预下能互换意识 知道了真相的阿福反而放开了 他找到燕斗哥说 我没疯 咱他妈的都是虚拟人 老沃知道了这件事 所以上面的人要他死 而且还要死得像个意外 免得周围的人怀疑 老子的情况太特殊了 他当时来不及被意外死亡 只能被硬性删除 然后把他从大家的记忆中删掉 燕斗哥听得一愣一愣的 你真病得不轻 阿福认为 这个世界里肯定也有一个线人 必须得把他揪出来 阿福开始从身边的人下手 老金 你跟上面的人多久碰一次面 什么上面的人下面的人 OK pass 阿福找到新来的同事小马 别跟我装了小马 我都知道了 你就是线人 我操这就暴露了 好吧 我就是钢铁公司 安插进来的线人 能在咋地 阿福这一天到晚 风不念念一样 哪个上司能忍 几个高层捣鼓着 要把阿福踢出团队 让阿福去休病假 阿福觉得都无所谓了 你们这把猴子玩得开心就好 系统开始追杀阿福 先是派人要把阿福抓生病院去 这里阿福可比黑客帝国的牛牛逼多了 翻墙 跳楼 飙车一样不差 整个就一成龙附体 报社的记者小哥前来搭救阿福 原来阿福之前来过报社 要找那篇关于劳资凭空消失的新闻 不输所料 新闻被替换了 去而代之的是一篇意大利贩毒集团的报道 阿福不死心 要是记者小哥联系写前面报道的意大利记者 确认一下 来到报社后 阿福发现 烟斗哥也在 原来烟斗哥是记者小哥的线人 私下里将老金的一些黑料卖给报社 记者小哥说 我的意大利同事回复我了 人家说 根本没写过什么贩毒计算的报道 明明写的是劳资凭空消失的新闻 烟斗哥一听崩了 以致耗志不病以为功 傻逼竟是我自己 同时烟斗哥也恢复了对劳资的记忆 烟斗哥决定跟阿福一起找出那个线人 借此搞明白到底是谁疯了 半道上 阿福下车给伊瓦打电话 想向对方见一面 烟斗哥突然猛踩油门冲了出去 阿福向前查看 围观群众认出了阿福 原来警察那边在这期间发布了阿福的通缉令 罪名是谋杀老沃的凶手 阿福一路躲避警察 找到了自己的车 驾车来到自己在郊外林子里的木屋 电视上播报着阿福被全程通缉的新闻 烟斗哥的死也被扣到了阿福的头上 横竖都是死 干脆拿起枪玩吧 使命召唤吧 一辆车来到木屋前 竟然是伊瓦 阿福告诉伊瓦 管你信不信 你爹不是我傻的 这里太危险了 你赶紧给我走 伊瓦说 我信你 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伊瓦走后 阿福才反过来 哎不对 他咋知道我在这儿的 我又没跟他说 我操 伊瓦才是线人 于是阿福又杀回城里 找到伊瓦 伊瓦说 我不是线人 线人那种破玩意儿 我们早就不用了 我是真实世界伊瓦的投影 被作为观察员派下来 阿福你知道太多了 照理说 必死无疑 但我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阿福不明白 你个大活人 咋就爱上我这个虚拟人了 伊瓦说 因为在现实里 我爱着一个男人 你跟他长得一样 他也叫阿福 他就是你的创造者 是现实中的技术主管 但那个阿福坐在电脑前 把自己当成 你们这个世界上帝 久而久之 他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 但你不同 你还是原来的那个阿福 那个我爱的阿福 伊瓦告诉阿福 明天早上 你就会被枪杀 今晚咱俩还有时间 来吧 第二天一早 阿福穿好衣服 准备上路 伊瓦上前阻拦 被阿福一个小圈圈吹晕 阿福竟是来到研究所楼前 弗里茨正拿着大喇叭 动员大伙们罢工 要求老金让阿福复职 大伙们却齐声喊 阿福他就是个杀人犯 弗里茨说 你们懂个锤子 这一切都是老金的阴谋 阿福他是被陷害的 这时阿福突然跳到车顶 对大家喊 童子们听我说 弗里茨刚才对你们说的 都是事实 他说的全都是真的 阿福重枪倒地 死的这种一个抽象 现实中的阿福 在一个房间里醒来 发现自己毫发为伤 坐在一旁的伊瓦说 在你宾死时 我将你的意识 跟人互换了 这里伊瓦虽然没有明说 是跟谁互换了 但只能是真实的阿福 阿福不敢相信 自己就这么来到了真实世界 伊瓦打开窗户 阿福看向窗外 兴奋不已 我认为这个结局 跟盗梦空间一样 阿福来到的是真实的世界 当然开脑洞说 兴许是上一层的虚拟世界 也没毛病 阿福和伊瓦 幸福地滚到了一起 影片结束 这部电影改变自1964年的科幻小说 三重模拟 导演是跟法沙同性的 德国新电影代表人物 法斯宾德 我不建议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除了奇漫无比的节奏 很多情节还神神道道 莫名其妙 加上字幕翻译一堆错误 严重影响剧情理解 小说党倒是可以一看 据说影片对小说还原度还挺高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大的解读空间 很多细节甚至可以大开脑洞 比如阿福问伊瓦 我为什么时不时的眩晕头疼 伊瓦说 那是现实中的阿福正在与你建立连接 说白了就是鬼上身 这么一句话 搞得我很多情节都不敢去细想 片子里到底哪些桥段是虚拟阿福 哪些是现实阿福 恐怕连伊瓦都需要时刻地方 小心区分 现实阿福还附身过哪些人 伊瓦说过 只有近距离观察 虚拟阿福的恐惧和绝望 现实阿福才能体验到乐趣 我猜咽斗哥应该被附身过 要不然怎么解释是哥们跟个情圣似的 跟这个亲跟那个抱的 仿佛跟谁都有一腿 老金可能也被附过身 反正我要是开上帝模式的话 我肯定附身老金 捉弄阿福一下爽一爽 我唯一敢肯定的是 影片末尾阿福被附了身 阿福一觉醒来告诉伊瓦 自己刚刚头疼了 从未这么厉害过 这样起码能解释通 阿福为什么晃到了研究所 也正因如此 才让伊瓦有了让两个阿福互换意识的机会 伊瓦被打晕时 肯定认出了眼前的这个是真实阿福 影片里有许多地方值得细究 但可惜的是 这部片子知名度太低 没在电视上播过几次 直到2010年才高清修复 再加上节奏拖沓情节无聊 在德国都没多少人看过 更别提什么讨论度了 我个人很希望将来能有人将它翻拍 不过这个随天意吧